张姐 张姐 人呢 张姐 人呢 奇怪 这个 这东西都没有收 空的 人去哪了 是不是在车里睡觉 没有啊 没有啊 一大早跑哪里去了 那就是去赶集了吧 我给他发个消息吧 跟他说去哪里了 去哪里了 我先 早上的话我就自己做点吃吧 昨天在路上买了几个馒头 把馒头一蒸就好了 早上 就吃馒头 因为买的那个桌子还没有到 这个没有桌子的话 不好做饭 两个人吧 不好做饭 你去哪了 一大早我过去没找到的啊 那里不是要睡懒觉吗 没有啊 你要睡懒觉我就出去走了 去哪里了 生活很大的 你看呢 去了一个 一个老乡家里 全部送的 什么送的 全部送的一分钱不花的 这个 姐姐姓毒 您亲戚吗 一个姐姐姓毒的 不认识的 这个送的有牛奶 他为什么要给你送 我不信 这个是辣椒 我不吃辣椒 但是他在冰箱里面拿出来的 这是鲜美味的 不是他不要钱吗 这么多菜 我省 你看这个样子还有鱼 你喜欢吃鱼 你是去菜场了吧 我给他了 他给钱他5块钱 他不要我的钱 哎呀不用买鱼 挫抢 还有好多鸡啊鸭肉啊 都放在冰箱里面 都吃不还不还吃 你喜欢吃鱼吗 新鲜的 不用嘛 不需要这么急 过两天给我买也可以 野生的嘛 关键是冰箱的肉 再放的要变质了 这些给你吃吧 我买了很多的 不客气 我买了好多 你也好多啊 我前两天买了 那这个我不吃 这个我不喜欢吃 橘子不吃给我吧 橘子不吃给我 哎呦来来 哎呀 这是一个姐姐给的 他家的条件非常好 他们俩夫妻非常谈结 他老公很为挣钱 他看我很苦 他看你很苦 对呀 他说他说看我 看我就是条件好差 送给我的 他怎么知道你条件差 他他姓卢 这个姐姐姓卢 他跟我说了 你也是一个厉害的人 在哪里都能搞到吃的喝的 他说他说你 他看我的视频呢 他看你的视频 看视频了以后 你又没有发视频 他他叫我联系他 我没带手机 手机在里面没有电 没带手机 他说我就说你要联系我 我家小哥的那个 那个抖音吧 他就加上去了 我说你看一下 那个就是我 他说哇你住的房子这么差的 我送一点东西给你 你看你住的房子这么差 你条件太差了 我们条件好 呃就送一点东西给你拿去吃吧 就这样的 煮饭了啊 我说是说是说 那个话我怎么说起来的呢 我这个门都没关的 你不要我过来给你看了一下 早上你要过看好 我没有关门的 我说我不在 我早上看了一下 你看掉了东西没有 应该没有吧 下午给你把那个卫生搞一下 哎呀 说去搞卫生看你啊 你这 你胡子哪擦呢 你 你能不能把那个胡子去洗 你的头发要拟了 头发要拟了 下午我准备给你把卫生搞 我等我给你把衣服洗了 你这把你你这把头发拟一下 不行了 你这击窝了 头发已经 那胡子也干脱了 人家一不按照 人家就说你又多支撑个老头了 找不到女朋友的 对呀 你怎么找女朋友啊 我都关心你 你听了不听 你不高兴呢 你就不高兴吧 你做饭吧 你先做饭吧 我已经吃了 我吃的馒头 你吃了没有啊 你吃了没有啊 现在买的鱼专门为你做的 我中午不吃饭的 你先你发 你发回来我做好了 你再吃 啊 好吧 你忙吧 张姐嫌弃我了 朋友们 张姐嫌弃我了 哎 确实这个头发也有你了 每天不想洗头 每天头发长了 之后感觉 有点痒 我马上就去你发了 你忙吧 说了你回来再吃一点 我不吃了 我不吃了 我中午不吃了 你不要给我做 我减肥 我从头发 мне 就把他都逐代 我给你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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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把他人讨厌 哇 前面好漂亮 是名副技术的小哥 哈哈哈哈 哎呀 早就该搞得怎么样 其实很近啊 早就搞得 应该把那个头发这边 搞这边转一点 我还要先长长 我还要剪短 哎呀 搞长一点 他说这里太长太短了 就是要把这个位置搞长一点 不行太热了 我不想起头发 那个小粽很近的 前面一公里就到了 你刚刚师父去哪里去了 不是我在那边农家 那个农家那里玩了 那里有个镇 我不是买鱼回来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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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能找到女朋友了吗 哈哈哈哈 可以了 可以了 应该可以了 应该可以了 不过不要晒得那么黑啊 哦 不要晒得那么黑 然后呢 然后吃饭的时候啊 慢慢吃 然后呢 吃饭的时候文明一点 就是说 好热 有鱼了 有鱼了 你把碗拿来 我给你装啊 我不吃饭的 啊 你不吃啊 你不吃啊 嗯 那青菜拿一点 晚上你要吃青菜啊 你说不吃青菜 可以可以 就这么多了 这个怎么炒啊 这个炒蛋 你随便你把它洗好 就炒人家这个没打药 也没干嘛 晚上你帮我炒就好了 行了 可以了 好 先别说了 那你 你把那个放在那给你的 这个是晚上炒的 好 因为我没有冰箱 冰箱打开 我把这个放在冰箱里面 这个放不下了 你昨天看了都满了 呀呀 要赶紧弄的放下去 这个真的是能丢的浪费啊 实在不应该要这个 冰箱只能放肉这些 其他都放不下 没有人家给的就是浪费 我要拿回去给人家 不要了吧扔了吧 天呐你都是浪费 我放在那自己吃 那就晚上吃掉 本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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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不吃这些东西 我根本就不吃 但是你要是下面条啊 搞什么东西的时候 但是他放不久啊 这个天气 炒菜的时候可以做炒料的吗 炒菜 拿椒啊 我不吃拿椒 张姐和我一块以后 这个菜是越来越多了啊 冰箱里面有鸡有鸭 浪费你的陪我啊 有鸭 冰箱里面没这么多电 我告诉你 那是我在家里杀鸡 土鸡杀干杀来的 你跟我把冰箱搞得臭了吗 你说 臭了就扔掉吧 早点吃吧 你给钱我吧 早点吃吧 我自己都是穷游 啊 我是穷游 我是准备不带的 我想了哎呀 放在家里一个人吃啊 带来和小哥一起吃呗 关键是你都最近 你要出门呢 你还放在家里面吃 在我那里我没有杀的嘛 你都要出门呢 你放冰箱里面要是臭料 那我跟你一起出去了 肯定要杀掉这个鸡 杀掉这个鸡肯定带的都是给你 他是活鸡啊 你可以把它卖掉 那我们俩吃什么呢 我们路上有多的是白菜各种 白菜黄瓜 哪里有土鸡给我看看 土鸡 你什么时候哪里有土鸡给我看看 土鸡你的手艺怎么样 如何做土鸡的 土鸡出来是活的 我养的有土鸡 你想看就没有土鸡了 土鸡 我洗菜去了 好好地洗 别浪费 吃不完了 嗯 吃不完的 嗯 吃不完的 菜越来越多了啊 这个张姐是一路走 去这个附近的这个别人的人家里面 居然搞了一堆 搞了一堆菜回来 说是免费送给他的 说是看到我们的视频 感觉张姐条件太差了 赞助给我们的 哎呀 厉害啊 不愧为这个 不愧为这个长期 长期在一线城市奋斗的精英啊 我是叫我去这个村里面 称饭都称不到 就别说去别人家里搞堆菜来了 我还是免费的 嗯 呵呵 哈哈哈